又是这熟悉的长条桌 来 皇后 你俩坐在中间吧 来 我俩坐在中间 来来来 今天来到了武汉环节 我们今天选择了周深最爱吃的桂林米粉 是 周深的压力好大 真的 我最爱吃 我们都陪你吃你 桂林米粉是当地人最爱吃的早餐之一 缩一满米粉就能开启桂林人全新的一天 是不是你想吃就流口水 这个话有点太厉害了 我觉得有点太生硬了 想必大家都饿了吧 但是想吃到这么美味的桂林米粉 是没那么容易的 我们需要齐心齐力的玩游戏 去赢取这个米粉 每个米粉都是升级的 都是不同种类 刚开始可能是素米粉 越来越硬 我们会给每个人提供一张图片 我们也给我十一张图片 也就是说从周深开始 或者从长生开始 往这边移 然后再折回去 如果十一个图片 大家都猜出来这个人物 叫出名字 人物的名字都说回来了 来 那我们有请第一道米粉 来了 米粉来了 这是一碗素米粉无调料 素米粉 没有调料的 这适合春游少年吃 那开始了 从周深开始 第一次 就是 第一次 第二次 气死我了你 不知道庆余年 不知道庆余年 鸡腿姑娘 庆余年不知道 没看 没欠 再给一次机会吧 第一个就错了 天呐 又不认识 就我认识 说 说我可以吗 说说 就我认识 说呀 张欣一二级 对 张欣一你也不认识 周深你平时在干嘛 只关注我的节目吗 不不不 这样等成我们输了 我们就想考验考 我们就继续翻 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 林洁 那个什么美人鱼那个 哎呀三 三个字 张雨琪 什么 张雨琪 张子齐 张雨琪 周深谁也不认识 没没办法 连春游少年都提醒他了 看不下去了 来 这个 耳朵里塞着小喇叭 又不认识 张晗韵 这太明显了 我还有他微信 张雨琪 对 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 终于知道我微博关注一千多人有道理了 我明白了明白了 周深你没认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素我的问题 你眼睛不太好 最近得了一身眼疾 那我们把这个米粉送给了春游少年吃了 酥的我们主要也是不爱吃 那你吃吧 一双筷子你吃吧 你们这么谦让吗 真的这么酥啊 白雪公主 你看他们的米粉 这叫纯的 他们这个米粉是哪种 平时点加一份米粉的时候加来的 汤都没有 哈哈 哈哈 你好 哈 好 好